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有因为什么压力睡不着觉 现场诚意卫衣牛仔裤 风活力满满 穿着代言方准备宣传衣服 近处乍一看这五颜六色的服装 像是小丑上台的表演服 为了工作的诚意太敬业 单妹对这件服装的设计不敢苟头 满是广告位的服装 估计也只有诚意这样的颜值能够撑起来了 真是难为诚意了 毕竟是在大型商场 以诚意这样慢热的性格 刚开始会紧张 在主持人的带动下 慢慢的进入了状态 可他还是是那个一如既往 腼腆又害羞的大男孩 一点都不惊夸 主持人和小伙伴们 现场互动夸他厉害的时候 诚意就会抿着嘴笑 谦逊有理 专注礼貌 一直都是诚意的作风 现场叫主持人老师 就算在台上 做一个颜料画图的小游戏 都格外的认真 帮主持人问他最近在做什么 他也还不避讳 有认真的回答大家 最近拔了智齿 在为自己拍摄的戏 认真的看剧本 也在积极的锻炼 恢复自己的身体 真实又务实 诚意总是用这样的精神 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 活动结束 暖心的诚意 也不忘上次和大家的约定 好好照顾自己 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么我们的诚意 在我们的诚意 就是诚意 相当的诚意 所以我们的诚意 听似这些诚意 都能对我们的诚意 提出 果然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一样 这些诚意 我们的诚意 也看剧本 那种诚意 不正的诚意